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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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的一些思路 有效的一些策略 有效的一些方法 所以就起了这么一个题目 in practice 那么图谱为什么重要 图谱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回答 由于今天只有45分钟时间 所以我不跟大家再去细展开了 首先想强调一下 所谓图谱 我的认识一直认为 它是一个大规模语言网 它实际上是知识工程 在大数据时代的 是一个再次复兴这么一个产物 这是我们对资图谱的一个定位 那么资图谱能解决什么问题 能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说能够让机器实现语言认知 能够实现可解释人工智能 将会与数据驱动 一道成为解决问题的另外一种 非常重要的方式 能够潜入增强机器学习的能力等等 它有很多应用的模式 比如说应用在搜索推荐问答 应用在决策支持 很多很多应用 这些问题的具体展开 反正都在这本书里面 我看到电子工业出版 也在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了 这个反正差不多还要一点时间 就是差不多可以政治出版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里面具体内容 那么今天想给大家传达第一个观点是什么 知识图谱 它实际上是一个大数据知识工程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产物 虽然我们现在一谈到知识图谱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自然语言处理 有些人想到的是鱼翼网 但是在我看来 它实际上是知识工程 在大数据时代的这么一个产物 所以它是大数据知识工程的 一个代表性的产物 那么知识图谱它作为这么一个产物 它实际上有其独特的价值 它实际上既不是NLP 也不是鱼翼网 它有其自身根本性的一个特点 这根本性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自动化知识获取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都说 自己是做知识图谱的 但是你走的还是 传统知识工程的老路 传统知识工程怎么做知识工程呢 它就靠专家 专家来描述这个世界 把本体定义出来 然后专家来书写这些知识 那么这是一种完全手工的做法 如果说你今天做知识图谱 还在走传统知识工程的老路的话 那你做的就不是我们这个大数据时代的知识工程 你做的本质上来讲 它就不是一个知识图谱 你做的还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语义网络 所以知识图谱之所以为知识图谱 其根本的特征是以自动化知识获取 是它的根本特征 那么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 为什么我形成这样的观点 我们来看知识图谱从哪来的 知识图谱脱胎于符号主义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潮 一个是符号主义 一个是连接主义 符号主义基本观念是什么 我们的智能的本质就是符号的操作和运算 这是谁的观点 这是图谱奖以及获得奖 获得奖获得奖获得奖牛耳的这么一个观点 还有就是西蒙的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后来又被非根报母重新阐述 为叫做AI系统的本质就是知识讲推理 那么怎么理解它这个公式 其实就是说我们大家想想看你写高中的几何题 你要么就是把那些几何的推论全部记住 你记住的部分就叫knowledge 你记不住的时候怎么办 你只能一个个的推出来 你只能从一些公理出发推断出来 那这就叫约着你 所以AI系统的本质就是知识讲推理 所以这就是传统符号主义对于智能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一个认识下 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知识工程 知识工程造就了一堆杰出的人物 这些都是图里奖的获得者 图里奖获得者 那整个知识工程是以什么为核心抓索的呢 是以这个专家系统的构建为抓索 什么叫专家系统呢 就是希望机器 计算机能够利用专家的知识去解决问题 所以在专家系统或者说在知识工程里面 最重要的是如何表示知识 应用知识 推理知识 所以这个设计上是传统AI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思路 那也成就了一堆杰出的一个系统 我们发现了很多落地的系统 但是你会发现传统这些知识工程呢 它在很多应用 成功的应用场景 其实都是有限制的 你会发现它大部分都是在规则明确 边界清晰 应用封闭的场景取得了成功 但是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应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金融 我们现在又有人做能源 比如说石油 化工 对吧 医疗看上去是好像是个锤子领域 应该是封闭的 但实际上绝大部分锤子领域都不是真正封闭的 我们在金融领域用着用着 就可能用到什么 这金融实际上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 金融其实跟天气有关系 对吧 这个台风一来 农作物产量自然就要下降 那么相应的公司股票就要下跌 所以这些都决定了 我们很多领域应用 其实并不是绝对封闭的 这因为传统知识工程 那么传统知识工程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苛刻的条件呢 是因为它就是一种严重的依赖专家 依赖人的一种做法 我把它称之为叫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做法 结果后来看到很多网上 很多人也在呼应这种说法 那何谓自上而下呢 就是依赖专家 你看它首先要依赖领域专家 把知识表达出来 还需要什么呢 知识工程师把专家表达的知识 变成计算机处理的形式 还需要来自于用户的反馈 所以传统的专家系统有着非常重的人的参与 这样一种很重的人的参与 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导致知识的表措取和知识的应用都十分困难 我们很多知识其实非常难以表达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 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 很多业界 都现在去深挖知识徒步的下半场 我一直觉得知识徒步上半场快结束了 那么下半场是什么呢 很多领域的垂直应用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应用 尤其像现在工业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工业智能化能否成功 决定了我们这个认知智能 是不是真正能成功 为什么呢 在很多这种工业场景下 它的知识是相当复杂的 它的这个知识是相当的隐性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 你去问一个老师傅 你是怎么修理这个管道的 他说为什么发现这样一个症状 你就能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他其实他自己有未必说得清楚 所以他的知识的表示 是获取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我们很多专家知识 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着这个不一致性 还有知识的表示项完备也非常困难 如果我们大家写过 这个传统的这个专家系统 特别是规则系统 你去写一些 这个高中结合体制规则系统 你写着写着 这些规则就会打架 写着写着这些规则就会冲 就会不一致 就会覆盖 所以这种都是我们传统知识工程会碰到的一些困难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的应用也很困难 我们实际上在应用过程中 你会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辛辛苦苦准备了 一个很大规模的知识突破 可是实际应用一用 就超出了你的这个知识库的边界 我们的很多应用 实际上存在着开放性的这样一个挑战 存在着开放性挑战 还有很多这个应用中存在着不确定性 异常要处理 更新要解决 这些都是对传统知识工程提出的挑战 所以传统知识工程后来到了互联网时代 就不再适应整个互联网应用的需要 互联网应用的特点是什么 互联网应用 像以谷歌搜索这样一种互联网应用为例 它的这个基本特点是什么 它是一种典型的大规模开放性应用 我们永远不知道用户下一个搜索 关键知识会是什么 但是它的这个应用的进度要求其实不高 对吧 我们这个百度搜索可能这个这个好多搜索营的搜索 可能第一名都是错的 或者甚至是广告 我们也用了这么多年 对吧 还有很多应用推理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在互联网搜的这个应用啊 大部分都是简单推理啊 就是问问姚明有多高就行了 对吧 很少就问什么姚明老婆的不高 儿子有多高 那这样就像绕口令一样的问题 复杂推理这种问题 其实是很少的 那么我们这个大数据时代的 不单单需要新的知识 这个知识表示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知识图部之所以出现 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需要 互联网时代需要新的知识表示 你看知识图部非常大 非常宽 非常简单 对吧 另外呢 我们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也给这个大规模的 自动化的这个知识获取提供了机遇 我们现在有什么 相当于传统知识工程 我们现在有什么 我们有新的算力 我们有前所未有的算力 对吧 我们有前所未有的数据 我们有花样繁多的深度学习模型 对吧 所以算法 算力和这个数据是我们现在有 而过去所没有的 那么这个新的机遇使得什么呢 使得大规模自动化的知识获取成为可能 一方面我们会发现 我们现在发展了大量的自下 熬上的这个 自动化知识获取 什么叫自下熬上呢 就从数据中自动去挖 比如说我们最早 最早的时候我们从互联网网页中 根据一些语法pattern去挖 挖这个easal knowledge 对吧 我们后来呢 又从电商的购物栏里面去挖 这后面具体讲技术 也会展开 我们还可以从搜索日志里面去挖 你看搜索日志 电商的购物记录 对吧 网页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有的大数据 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数据中去获取一些 简单知识 其实整个知识图谱就代表了 这么一个趋势 从数据中 用一些模型算法 自动的挖掘 这些简单的一些知识表示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有中包 对吧 我们各种各样的中包品 使得我们可以去 获取一些知识 最后就不再来讲了 我们还有一些高质量UGC 用户贡献的很多内容 我们人员在互联网上 问答呀 社区呀 维基呀 对吧 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些高质量的社区内容 使得我们构建这个知识库 高质量的知识库成为可能 因此 刚才这么多的想给大家传的观点是什么呢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势必需要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新的知识表示 这就是知识库库为什么出现的根本原因 而知识库库这个出现呢 这个一方面呢 是因为时代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时代 创造了它必要的存在的条件 对吧 我们这个时代给它提供了全会有的数据 算力和算法 那么可以说知识库库的出现呢 说明了一点 就是大规模自动化知识获取 已经成为可能 我们沿着这样一个知识突破这个趋势呢 我们有望突破传统知识库 它的规模和质量上的瓶颈 正因为传统知识库 在规模和质量上的瓶颈 有望被突破 所以我们认为呢 知识突破的到来 很有可能是整个认知智能时代 到来的一个序区 我们很有可能将来迎接 将要迎接的是一个叫Big Knowledge的时代 就好比我们曾经从小数据 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我想我们很有可能正在经历 从Small Knowledge 过去的传统的小规模知识表示 像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 各种各样大规模知识表示 为代表的Big Knowledge的时代 过渡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这么一场过渡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都说 刚才说 刚才其实就想给大家传达一个观点 第一 知识图谱很重要 对吧 第二 知识图谱之所以称为知识图谱 必须是依赖自动化过去 如果你还靠人工构建 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是想想看 我们现在很多互联网上知识图 知识图谱动辄 这个数千万数亿 数百亿的实体 你人工怎么去构建 对吧 人工获取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大家现在都知道知识图谱很好 知识图谱有望解决 这个我们人工智能很多问题 是认知智能的实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到底怎么样做到 这个知识图谱的自动化获取 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做到的 是吧 谁不想数据进来图谱出去 然后呢 继续图谱形成认知能力 对吧 然后赋能 这个各种应用场景 这是我们大家在梦寐以求的时候 但难就难在这 怎么来实现这个自动化的自动获取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我们的 至少是我们的一些经验 首先呢 说这个知识图谱建 它实际上有三个非常核心的要素 第一个是什么呢 规模 对吧 你说我们就够这么 这个十个点 数百个点的这个图谱 这个谁都能够 谁花个半年时间都能搞得进 这不需要机器自动化 打规模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质量 你说你够了这个数千万 数亿实体 知识图谱 结果全是错的 对吧 全是垃圾 那这个也没有用 对吧 第三个什么呢 是成本 就是我们怎么样 就是用非常低的一个成本 来做到这个获取 其实现在的所谓的任何自动化获取 都还是有一定的成本 对吧 或多或少 可能还需要一些人工标准 还需要一些人工参与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使用最少的人工成本 能够构建出大规模的高资料的知识图谱呢 这就是我们整个知识图谱建的一个核心问题 说白了就是我们既要马上跑 还要马上少吃草 对吧 这就是我们想干的事 那么 那么图谱的整个构建的 涉及到整个图谱构建的五个 生命周期的五个非常重要的环点 一个就是抽取 所谓抽取就是从 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你有结构化的数据 你去做个转换就行了 这个大部分人都会做 但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那么多结构化数据 我们有的大量存在的是 非结构化的文本 那我们怎么从文本里面 去做这个自动的抽取 这个设计上是知识图谱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么知识图谱之所以很多时候 被认为是NLP一部分 也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很多知识图谱 它需要做这个文本的抽取 就是了解 觉得��евич 主持人物 非常归 费 保 停 停